听说最近流行来这种地方趁饭吃的 所以我今天就来到Porsche Porsche在跑车间中算是比较亲民 也比较大众化的那一个 也因此它在市场导向上一向来都比较推陈初心 也比较走在前端 包括像是推出这个SUV车型 四门跑车等等 今天我要介绍的又是Porsche的另外一个第一 它的首款电动车也是目前加速最快的Porsche Porsche Taycan 我国的Taycan 备有三种车型 分别是入门的4S、Turbo以及Turbo S 虽然说现在电动车也是蛮普遍的 可是 这个Taycan 还是有它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它采用的是800W的高压电力系统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车大部分都是用400W左右 在外形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Taycan 是大量保留了Mission E概念车的设计 包括在前脸造型部分 就有这个辨识度极高的到L自行设计 头灯还有这个进气口的设计 这个头灯组它采用的是一个主动式照明系统 拥有Porsche本身的PDLS系统 这个头灯由84颗LED组成 并且可以独立进行操控 在确保不会照到对象来车的同时 能够提供更广的一个照明范围更加的安全 而在车身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Taycan 它的整个造型非常的流线 也非常的DI 加上它的车身非常的宽 营造出一种很霸气的气势 这台车其实尺寸相当的大 它的这个车长达到了接近5米 而轴距也是2.9米 基本上我从车尾走到车头 我相信它就已经是破百了 那也因为这个整体低趴的造型 也让这台车的风阻系数只有0.22cd 现在身处我旁边的这辆是4S车型 那我在现场就可以看到这台车 它在两侧都有这个充电插座 在充电上更简单方便 那顶级的这个Turbo S 更加的fancy 因为它的充电插座是用这个触控 然后电动打开的 而在轮圈部分 这个Taycan 也是有不同的配置 像是4S 它就用19寸的轮圈 而Turbo 则是20寸 至于顶级的Turbo S 就是21寸的轮圈 在刹车系统也是方便 也是有不同 像是这个大鲍鱼的配置 还有这个刹车盘 顶级的Turbo S 它采用的是 PCCB 探讨值刹车盘 来到车尾部分 我们就可以看到Porsche 最新的这个家族式设计元素 那就是横贯整个尾门的LED灯条设计 然后伴随着这个立体式的Porsche 指标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尾灯子 非常的有质感 而且很漂亮 那这个Taycan 它是有这个隐藏式尾翼设计 拥有三段式的调整 可根据不同的时速 来提供更好的下压力 而下方的这个大型导流器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导流的效果 能够提供一个更加出色的空气力学 那因为这台车是一个电动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方 是没有这个排气围观的设计 打开它的尾箱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Taycan 的尾箱容量是蛮不错的 拥有一个366 公升 而且整体是蛮深的一个感觉 而且这台车它在前方也是有另外一个 行李箱的一个空间 这个容量为81 公升 所以81 加366 听起来还蛮实际的啊 四门轿跑就是要有无窗框的设计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帅 那走进Taycan 的那一桩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整体的中控台设计 可以用简洁还有科幻来形容 最特别的莫过于前方的这个曲面的Digital Meter 这个Digital Meter在非常高清之余 显示的资讯也非常的多 也凸显了Porsche 以驾驶者为中心的设计理念 而后方的这个方向盘呢 是一个三幅式的Porsche 方向盘 手感非常好 它也是Porsche 近期最新的一个家族式设计 而中控台呢也是Taycan 的其中一个亮点 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了一个双屏幕的设计 中间的这个直列式屏幕呢 主要是用来操作各种的主要功能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 几乎没有任何的实体按键 除了这个紧急方向灯 还有这个电子排档杆的设计以外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Button 而这个屏幕呢 则是这个多媒体主机的这个显示屏 你在这里操作任何功能呢 它都会显示在这里 至于副驾驶的这个屏幕呢 是另外选配的 你选配了这个Screen 了过后呢 整个中控台的氛围啊 就大大有这个科技感的感觉 除了中间的这个屏幕以外呢 你也可以透过Porsche 的声控功能 来操作各种的主要功能 我本来以为这个TICAN 的后座 并不会有什么空间表现可言 但是我现在身处在后面 我有吓到了 首先它的这个电子布局 又经过精心设计过 也因此营造出了这个脚坑的设计 在保持低矮的车身的同时呢 也能够带来出色的这个空间 以及舒适性 然后我也发现这台车 其实是蛮实际的啦 首先在前方它就已经有很多 这个植物格的设计了 但在后方呢 因为这一台Ford S 它是一个四人座的这个选项配置 所以在中间这个部分呢 有一个很大个的植物格 然后同时还有armrest 这边还有两个杯架 在实际性方面 其实并不输普通的这些四门房车 然后我也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后座空调的出风口 然后它的这个控制呢 也是以 touchscreen的形式来进行的 那这台车还有一个地方 特别的就是 这一回啊 Porsche 并没有用真皮 来打造它的这个内装 所有的这些材质啊 都是以一个回收材料制成 也符合这一台车 电动车的一个环保的形象 在动力配置部分呢 这个TICAN它拥有两颗高功率的电动马达 其中一颗是连接前轴 而另外一颗则是连接后轴 形成一个全轮驱动的模式 那三个车型呢 在输出方面都有所不同 其中这个入门的4S的 它拥有490PS的最大马力 风支扭力则是650Nm 0-100的加速只需要4秒 而在overboost模式下呢 它的这个最大马力可以提高到571PS 至于这个turbo以及turbo S版本呢 它的这个最大马力为625PS 但是在这个overboost模式下呢 turbo 车型它的这个最大马力可以达到680PS 风支扭力则是850Nm 至于我身旁的这个顶级版的turbo S 它的最大马力在这个overboost模式下 可以去到761PS的最大马力 风支扭力高达1050Nm 非常的风发 而在这个模式之下 加上它的这个弹射起步的模式之下呢 0-100的加速只需要2.8秒 2.3吨的车 0-1只需要2.8秒 非常的快哦 它的这个Performance Battery Plus的性能版电池组呢 用有93.4kWh的电力 在175kW的这个快充模式下呢 只需要36分钟就能充到80%的这个电量 而如果使用家用的这个11kW的这个电量的话呢 大概也是一个七八个小时就能充满 这台车的这个能量回收系统功率高达265kW 比起其他对手还要更加的强 而且90%的这个日常刹车都是由马达来完成 并不需要用到有液压的刹车器 在整体的这个效率方面呢 表现是更加的好 太干的底盘呢 科技含量也是很高 首先它能够透过这个互联网来实现 同步分析以及同步整合整个底盘系统 这个系统名叫4D Chassis Control 它拥有PASM 主动式悬挂管理系统 包含了电子避震器 PDCC Sport 电动机械式车身侧翻稳定控制系统 还有被称为PTV Plus 的扭矩控制系统升级版 这台车拥有4种驾驶模式 分别是Range Normal Sport Sport Plus 还有个性化的这个Individual模式 你可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调整 太干在我国的售价有72万5千7KL 在这里我也放出3个车型的这个完整价格 所有的车子都有这个4年的保固 以及4年的免费保养 而它的电池组呢 就有这个8年的保固期 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安折无忧啦 同时呢 Porsche Malaysia 所有的这个展示厅 都拥有这个 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快充站 只需要36分钟就能够将这台车充满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台胎看如何呢 我个人是觉得它其实看起来很科幻之余 也非常的性感 而且性能表现就非常的好 你会考虑它吗 如果你有这笔钱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你的想法 我是小明 今天这个简单的新车介绍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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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